他是我家的恩人 小燕往生的时候 刘老师跟杨登会董事长 两个人很尽力地为我们家来筹办帮忙后事 刘家昌挨饰演一双好友 自身艺人白便便 直到二号后又震惊又难过 才到近期见面 是刘家昌到他的新竹别墅做客 两人交情声 他也透露刘家里状况 白彬彬所说的家事 就是跟珍珍撕破脸 连儿子也改姓 但前阵子因为自己在忙节目 两人有些时间没联络 说话想关心刘家昌 并找他来上节目 但刘家昌没有手机 只能联络助理 不过怎么样都没接电话 还以为是换号码了 人很好 急性子 然后那一阵子就为了家里的事生气 那半年没联络了 怎么会这样 我赶快来找他助理 就是半年来找他 其实我一直在关心 我每个月至少都打一次以上 没找到人 音乐人许长德也在脸书发文哀悼 说刘老师虽然脾气大 但很愿意拉把心人 是个心肠很软的人 也谈到之前的合作过程 感叹往事只能回味 说不管发生什么事 留下的不是恩怨 而是情怀跟作品 这应该也说出了 刘家昌歌迷们的心神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